所以今天有个餐会 赶快来看一下 那真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 这两个人的世界里 不该有你 你 我不能失去你 你 我不怕忘记你 出道16年来 以歌声一路伴着歌迷成长 唱片累计销售已突破500万张的王杰 在推出的第30张国语大碟 爱我的 我爱的 除了演唱新歌 更重新诠释自己过去的经典好歌 到现在所有的唱片加起来 已经超过差不多600多白金的总销售量 但是我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高兴的一个做法 其实反倒是觉得 所以我会觉得很大的压力 所以后来我觉得想了很久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是不能够否认的 自己的年纪已经40岁 不可以再去把自己幻想成20岁 所以我这次 我下了一个很大的赌注 就是说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纪 应该是用比较成熟一点的声音 不再像是以前那种很高很尖 访谈中王杰虽然已在提到年纪 但显然岁月并未在他脸上留下痕迹 我要澄清 首先我绝对没有动过手术 那时候大家看到我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真的讲真的 我只有90几磅而已 我穿裤子要穿两条 穿一条运动裤 长的运动裤在里面 外面才穿一条牛仔裤 现在可能看起来稍稍好一点点 就让你们顺眼了一点点 助言有数的他 也因而在国外插点 和邻居妹妹发展出一段往年之爱 后来就因为他们要搬走 那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很小年纪 但可是可能外国人比较早熟 身材比较 这比较 一定会注意到的嘛 那我又不会讲谎 我不会说谎 真的是蛮好的 但是后来 不是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本来是蛮想交朋友 后来就算了 太小了不行 而紧接着王杰也将于三月底 举办他出道以来 在台湾的第一场售票演唱会 且请歌迷拭目以待 娱乐新闻曾坏贤 特加真采访报道 赶回我们今天的娱乐大来宾 王杰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佳谦美妹 先送你一张我新的CD 请你多多指教 好开心哦 你知道吗 应该是从小听这个 王杰大哥的歌曲 哪里哪里 不好意思哦 我说从小 没有关系的 我喜欢听人家这样讲 而且你真的都没变耶 真的吗 真的都没变 而且还是很帅气 我觉得好像多了一些皱纹 没有 你的皱纹绝对没有我多 来 一看一下 一二三 对 真的没有我多 真的吗 真的没有我多 因为我没有看到 我是闭了眼睛 我过来好好谈一下这张专业 因为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的怀念 然后非常非常的觉得说 这些歌曲大家都是朗朗上口 然后从以前到现在 所有的一些经典歌曲 对不对 不过里面有三首是 全新的歌曲 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就是我比他好 我比他好 对 在你背后 还有这个幸福 这几个就对你的感情观有什么样子的 一些不一样的情发 其实我比他好 这首歌我自己蛮喜欢它的歌词 那个意境 还有它这首歌的曲风 因为我发现我试过这个状况 我以前谈恋爱的被女孩子甩了之后 我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 我真的比他好 你为什么只喜欢他不喜欢我 我也不是太丑啊 虽然不是很漂亮 你不会丑啊 我不会丑啊 你很有个性 真的吗 对 你的感觉就是让女生会喜欢的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常常有 而且他自己讲对有没有 其实我还是高兴听到这种 这种这么生计的大谎言 但是没有关系 但是我真的感受过这种感觉 真的觉得我比他好 为什么你不要我 但是我没想到在十来二十年后 竟然会发生这个 这首歌的歌名 会被人家用在歌上面 歌上面 遇到了 所以那种感觉就是 好有感觉 可是就是跟着这个 遇到的一些事情 所以就变成就是 没关系 他比我好 没有关系 可是我在你背后 祝你幸福 在你背后应该是 背后铃的主题曲吧 什么东西 我们刚刚这么的感性 你还是突然讲一个背后铃 对不对 我刚刚接得还不错 接得很棒 没关系 他比我好没有关系 对不对 我知道我也很好 可是呢 没关系 我就是在你背后 默默地祝福你 祝你幸福快乐 没有关系 你真的接得很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整个连串下来 不过大家对于这个 王杰大哥的很多歌曲 对不对 就是还有这个 《为了爱梦一生》 一场游戏一场梦 对对对 这都是我很喜欢的歌曲 非常喜欢的歌曲 然后重新让大家 这个好好的回味一下 大家都非常这个关心 这个王杰大哥在香港的一些发展 对不对 因为突然再次看到你说 怎么跑去香港 可是对在台湾的这个时间就很少 对因为这五年来我在香港 大部分就是每天就是拍电影啦 出唱片啦 开演唱会啦 要不然就是到内地去拍那个广告 接了一大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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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真的觉得整个人很不充实 我不晓得因为我可能我太喜欢音乐 所以每次一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总觉得说整个人都昏头转向的 那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对很累 為了要這個歡迎這個王傑大哥 我們特地呢 就是做了你一系的一些經典的一些 真的嗎 對MV 又是很醜的以前那個老婆嗎 不會 你知道剛剛看到那個 很多的那個王傑大哥的MV 他想 哇 怎麼那麼醜啊 對啊 對 我其實真的很怕看到以前的自己 你知道 真的覺得 怎麼我現在 雖然我現在也是年紀不小了 但是我還記得我現在比以前年輕 還是很帥啦 我們先趕快來欣賞一下 讓觀眾朋友來看一看 那時 эт three 是這樣的內 125 人都不� arter 選手 林程氏 tant 驚愁 成縱 在未來的人 隨身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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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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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的遗憾 会永远存在世间 因为我们的誓言 未知多永远 是谁昨天忘了你 早已就不是你 我也不再生自己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虽然你影子还出现了眼里 在活跌过身中早已没有你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不要把残缺点留在这里 这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 你们觉得看到以前的样子 你会不会觉得很兴奋 兴奋的来带一点可怕 怎么这样子可怕 而且你知道 刚刚我还在想说 第二支MTV 对不对 那一支叫这个心痛 对 心痛这一首歌 大家会想说 那你的女主角怎么都这么美 对 以前你不要看 我老东家的公司里面 那些很多帮我拍音乐影片的女主角 都是我公司的员工 真的 而且刚刚那个是哪一个职 那个是我们公司的副总的秘书 副总的秘书长那么漂亮 有没有搞错 现在嫁人了 她现在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那个夏春勇的太太 夏太太 真的 真的 刚刚那个就是夏春勇的太太 对啊 后来就被夏春勇追了 对啊 就把她娶回家了 不过刚刚我看到最后一支 那叶环也是非常的漂亮 对对对 男女对唱 叶环现在也很漂亮 也是非常有味道 有很有味道 现在就开始拍这个连续剧 然后我们后来看到这一支 一场游戏 一场梦 对 对 跟张曼玉 跟他合作第一次感觉怎么样 那时候 其实很尴尬 因为他那个时候也是刚刚出道 没多久 然后他刚好拍了一部他的成名电影 就是《黄色的故事》 黄色的故事 对 那它是一段段三个故事 它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那它的那段故事 刚好就是我《一场游戏长梦》 里面的感觉吗 放在里面 当主题曲 所以我们两个就搭上了 然后那部 《一场游戏长梦》的音乐录影带 其实蛮有意思的 因为那位导演是跟我认识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 对 因为他知道我最怕火 他还要我骑摩托车去撞火墙 可是我看你很多表演 都是很惊喜的 对啊 对啊 可是因为我最怕火的 可是因为我会答应的导演是 他帮我拍完这部音乐录影带 不到两个月他就离开世界了 真的吗 对对 因为他 我知道他那个时候身体已经 比较不好 已经不行了 所以我就答应他 所以我也很感谢他 他帮我们创造出一个 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 对 而且你知道 刚刚我们在看到很多的 那个音乐录影带的呈现 对 这是画面 对 还有这个音乐 对 那重点呢 其实最珍贵的 就是最好收藏的 当然就是唱片 对不对 还有这个卡带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王杰大哥后面好了 我后面 你后面有没有看到 这是我的收藏品 我以为是我的背后 很多很多的收藏品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是以前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卡带 现在已经很少卡带了 对 对 台湾已经几乎都是CD 对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专辑 好 一场游戏一场 一场弄好了 这个 这个是 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 我这个有原因的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卡带 要半边脸吗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实在在歌台 没有看过长得比这个 比我更丑的人 怎么会这样 怎么可能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为什么说 还是遮着一半好了 然后就若隐若现这样子 你知道吗 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很丑 因为我瘦到已经整个人很 很又 又唬 可是 可是还好 你知道那时候一出来你的声音 或者什么 不管是怎样 可是是因为你觉得太丑 所以这一张你就干脆用漫画来画 对 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这张已经瘦得不行了 所以这张 这张就很 很像城市猎人 对 因为这张 这张是很有纪念价值的也是 因为这张所有的歌里面 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就是全部的歌词 跟曲 跟音乐 都是我自己负责的 哇 里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歌曲 对 在风中呼喊你的名字 对 很多对不对 还有这个很多经典 我们来看一下很多这个 瘦到不行的照片 我这个 这个就 仔细一点好了 这个是我觉得 我历年来最土的一张 怎么会 我怎么那么会学 你看那个头发 差一点那个海鸥 如果飞到我的头上面 都以为这是个鸟窝 但是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流行 流行 我本来不是这个头的 是那个理发师 把我弄坏了 他把我烫头发 你的过去好痛苦 我的好痛苦 我老是人家的实验品 因为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很多人 就是美容这一行的人 常常说 王杰如果能够 把他弄得很帅的话 那个人才是最高档的一个 那个叫什么 美容师这样 可是那时候同期还有谁 你一直说你自己很糟很丑 可是就想 对了 所以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歌手要谢谢我 像赵传 像 我的天啊 你讲到传歌 传歌是我师傅 马赵俊 你想想看没有我这种人出来 对不对 他们这么好的歌声就没有人听到了 你太谦虚 太谦虚 你真的太谦虚 不过之后我有 传歌有一首歌大家都很熟悉 我很愁 可是我很温柔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真的很多很多的这个 王杰大哥一些这个 应该讲说是你的历史 是你的记录 很多音乐上面的记录 那我们也期待下一张专辑 我们现在看这张专辑 虽然是很多的精选 然后有三首新歌 我们非常期待就是有 更不一样 新的整张的一些新的专辑 我也很期待 我们大家非常非常期待 然后希望你 可以多留一点时间 给台湾的观众朋友 我会 我一定会这样做 你什么时候还要再回一个香港 我大概这次回来停留十天左右 十天就要过去 就要回去做事情 会不会再回来 会 会再回来 因为我还要回去 再准备四月份的一个 有一场鸿坎的体育馆的演唱会 但是我只能开一场 因为时间上的问题 不过在这个十天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活动要告诉大家的 有 我还有在三月份 我们现在跟公司正在 正在筹划这个 这个在台北的一个演唱会 是收票 但是是慈善的 也是要把所得的票房 把它全部都给捐出去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这个王杰大哥 这次的这个新的专辑 谢谢王杰大哥 哪里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带着王力宏的写真的 特别